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一場武肺疫情 令到大陸的影視行業 一度陷入停頓 截至目前為止 仍然大約有八成的影視公司尚未開工 那些從業員的苦況可想而知 當然不僅是那些基層的從業員慘 甚至現在說那些巨星明星都是慘迷一份 不過他們的慘 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語 因為這班人就算慘極 每集的片酬都還有六位數字人民幣 最近有消息傳出 大陸的廣電總局為了應對疫情對經濟的打擊 要求所有影視製作單位 一定要截檢 首先要壓制演員拍劇的酬金 故此透過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 發布了一份 名為《關於例行節約共克時間規範行業秩序的倡議書》 提及到演藝行業為要奉行節約的風氣 要求每一集的電視劇和網劇製作成本 要限制在400萬人民幣之內 而全體演員的薪金不得超過製作成本的四成 因此男女主角每集最多可以拿到 40萬人民幣的片酬 至於 過往在香港做得不太好 但是回到大陸 就風生水起 鹹魚翻生的陳偉廷 據傳他以往的片酬是可以去到上億人民幣 但是他最新跟楊密一起拍的古裝片 叫做《酷珠夫人》 只能夠拿到三千萬的片酬 而且還要自己撐回四成二的稅款 故此在稅後 他們實收不足兩千萬 哈哈哈哈 這樣也不差 還有一千百萬 即是由一億跌到一千百萬 這樣也好過你在香港做 在香港做什麼做到一千百萬人民幣 故此也非常難怪 他會周不時在微博上 發表一些我認為是惡族和廉價的愛國鐵文 因為他無非要保住他在大陸的飯碗 無非就想繼續佔一席位 去賺人民幣 所以這些愛國行為到底是發自內心 或是金錢利益驅使 大家都知道 老實說他作為一名香港仔 在香港那裡長大受教育 對於中共或者中國的歷史 你是知道多少 49年之前的中國 你又了解多少 大家看看他的貼文 貼了 都有過百萬個贊號 比如說在10月1日的時候 他貼了一個 祝國生日快樂 我愛你中國 已經拿到117萬個贊號 他當然不會回到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Twitter 因為他的受眾主要都在大陸 他的粉絲主要都在大陸 都是用微博 用微信 他怎會還回到自由的世界 他拿不到那麼多贊號 拿不到那麼多虛榮感 雖然這些贊號不能化作金錢 但是 由100萬個贊號跌到1萬 他都會覺得 這些人是周身不聚財 這些人是 至於另一條的貼文 很多港台藝人都有份轉貼 這就是所謂護旗手的貼文 引來了很大的爭議 他就說 吳星空旗有十四一護旗手 我是護旗手 獲得了483萬個贊號 那就厲害了 另外他還有很多 其他的貼文都不逐一來講 反正年年十一就是中國生日快樂 然後又說 中國有我時光有我 罪美時光 易路同行 都是說這些 穿著整件紅色的西裝褲 都不用怕貓 反正不斷有人民幣 飛向他的臉 說這麼多 另外他還曾經轉發過一篇 由共青團中央發的貼文 那篇貼文原本寫著 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其實就是在說九段線 以及台灣也是 在中國的國旗之下 包含了 陳偉廷轉發之後 他這個擺明是表忠的 他說這人以便 中國台灣 即是中國台灣 即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意思就是 所以就抵他 在大陸的樹 而且一點都不能少 他轉發過幾波 不是一波半波的 所以這些人 在大陸紅得起 是有他的原因 除了說他 在歌影事方面了得之外 不知道 因為藝術的東西很難去評論 有人覺得好聽 有人覺得不好聽 這個是 個人主觀的感受 但是忠誠度 就有一個客觀標準來量度 陳偉廷 一定是得到滿分 故此 就算前段大陸出了一條新規矩 就說來自香港和台灣的演員 就要作出十年的政治正確保證 根本上對陳偉廷也沒有影響 對其他人也有影響 因為那些影視公司很難保證 十年後誰知道你說什麼 但是受罰的就是那家影視公司 不是這些演員 故此他們一定要慎重考慮 但是陳偉廷就不害怕 他回到大陸 混得風生水氣 好像鳳凰涅槃一樣 他現在所擁有的榮華富貴和名譽地位 全部都是大陸和那群大陸的粉絲 是賜予給他的 故此不要說保持十年的政治正確 要他保持一個世紀一百年 他都制了 因為他回到香港就等同於斷米路 他在香港能夠找到多少 大家心知肚明 他在香港發展了一段不短的日子 所以這些人 老實說 十年何東 十年何西 現在有得穩就好穩 待會到時候有什麼東西 冬瓜豆腐 說不定的這個世界 就算他現在的片酬 從一億跌到三千萬也好 其實他都不能埋怨 也沒什麼好埋怨 因為本身一億 這是影視界的泡沫 到底一個演員值不值一億 這個也值得雙角 當然有些他的粉絲會覺得值 見仁見智 但是反正的客觀效果就是什麼呢 就是將這一班來自香港和台灣的演藝人員 無論他是幕前的明星也好 幕後的製作人員也好 將他們的胃口 全部都養肥了 這就是對於香港和台灣的影視行業的致命傷 為什麼呢 因為當一個人 原來知道那些錢那麼容易賺 那麼好賺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放棄原生的市場 然後搭埋心水 埋頭埋腦 湧入中國市場 這是人性的必然 因為在那裏賺到那麼多錢 做一步就好過在原生做十步 那誰人都去 但是就算現在打個七折也好 基本上這班人也回不了頭 因為原本的地方比如說香港和台灣 根本上也找不到這個數字 而且就算他要回流也好 喂 你當地的產業就已經是被摧毀了 你看台灣的電影東西都被人看 你看香港的所謂港產片還有多少人看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無論是合拍片也好 純港產片也好 喂 一年之中有多少出電影的票房是可以上到三千多萬 似乎真是寥寥可數 大家想一下1989年的時候 《賭神》這部電影《周潤發》拍的 喂 票房是可以上到三千七百多萬 那當時一張戲票多少錢 現在一張戲票多少錢 已經有很大的分別 就算當時的三千七百萬和現在的三千七百萬比 人數上是比以前少了 還有 根本還沒計算是跑輸給通脹 如果計算所謂Constant Price 根本上是虧本 哪有人投資才行 那為什麼會虧到這樣 為什麼市場會萎縮呢 一個原因就是當年的盜版 第二個原因就是 每個人都是 勇去大陸發展 根本上留在台灣和香港的影視行業的職位空缺 極之有限 而且那些職位 每個人都不認得 也不要說幕後製作人員 就算是幕前那些也是 能夠拿到多少片酬呢 你說去拍TVB的劇集 能不能拿到六位數字一集呢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現在鄭家穎就說回來 香港TVB大台回巢拍劇集 對他來說是很委屈的 因為他在大陸的時候 平時賺到六位數字的金錢 每一集 你回TVB會有嗎? 可能拍整齊劇集 勉強加起來也會有的 你說拍一集就有了 似乎就沒什麼可能了 除非他公佈的數字出來聽聽 另外他還接了 黃百明的新戲 他還在香港工作 他也算是 比較務實 在大陸的時候吃白果 回來香港 其實鄭家穎也算是這樣的 回大陸工作這麼久 都沒聽過他如何做政治表態 好過那些 在大陸 猛又說護旗手 又說愛國 然後死死大氣回來工作 那些更肉酸 起碼鄭家穎也沒有這樣做 只不過吃大了胃口 突然之間要回來香港 吃這些粗茶淡飯 當然是不好受的 有多少個人 好像阿Nam的首歌 鹹魚白菜也很好吃才行 所謂 由劍入奢義 由奢入劍難 大陸就是用這種方法 來處理你的行業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